判論文門的法官真的很難 要判蔡英文輸 她要承受多大壓力 要判我輸 她要妹子的良心到什麼程度 她真的困難嗎 真的就找不到像張詠慧這樣的 一開始給我亂判 被我們告 我們出了五份狀子 找了五個理由要她迴避 她死都不給我迴避 這樣的情況就你不用講 就是身上一定有些把柄 有嚴重的把柄 在台北地方法院的政風手上 所以這件事情是張詠慧 她自己執意要審 當然後面的黃國中是配合的 所以可見這個張詠慧 一定有難言之語 好我最近呢我們有一個庭要開了 我最近只要在台灣有庭可以開我都很開心 你說我有病啊 對我有病 我如果不開庭 那我要怎麼去調閱 在整個國家機器上面隱瞞的那些證據呢 所以開庭對我來講 傳證人 調證據 對我來講太開心了 所以我說要感謝黃偉 賀喜特喜 叩謝黃偉 她如果不起訴我 我還真的不知道蔡同學的論文門要怎麼樣把它掀開 因為所有的證據我都拿不到 我們只能旁敲側擊 可是因為起訴之後我去調閱閱卷天啊 什麼幾個題目啊都不攏啊 這個履歷表上面寫的啦 公務人員履歷表填的東西跟這題目不一樣啦 還有什麼有三本啊 part 1 part 2 part 3啦 因為part 2特別大一本啊 所以就把part 2的拿來當成題目 就各種各樣的笑話 都是因為我們閱卷 然後去發現的 而且出自那個糊塗大律師 好 今天連元龍呢 他的這個答辯狀37頁 我昨天講過嘛 27頁直接丟掉 因為文不對題 今天文字文筆再好 結構在完整 如何行雲流水 但是作文題目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結果呢 你通篇在寫笑道 如何盡笑道 百善笑為先 寫的真是文情並茂 看人替似中橫 請問你這邊作文會拿幾分 但零分為什麼 文不對題嘛 題目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結果你寫的是如何盡笑道 請問你你要怎麼得分 今天連元龍的這個答辯上就是這樣 我們的題目是 論文不存在之素 沒錯吧 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在告什麼嘛 我們在告訴你的論文在哪裡嘛 結果更一審的時候張詠惠不是最後 然後稀哩呼噜的叫連元龍拿了這個論文來嗎 結果那天你知道很多的 結果記者不是去問連元龍 連元龍說沒有問題啊拿啊 後來第二天要進到法庭之前記者還去賭麥啊 來了好多台的這個SNG車 連那個以前從來不採訪論文門的那些綠媒都來了 因為什麼大家都很好奇 蔡英文的論文終於重現江湖了 我也很好奇啊 我記得我接受中天訪問的時候 我還說那天我還準備 如果真的蔡英文把1983年那本論文拿出來說 那我準備跪下來 在這個美國的白宮草坪洗門風啊 我替示中橫的跟蔡英文道歉 對不起過去四年我錯了 任哲任歌任載隨你變 我呢我就這個善盡家財賠盡家財 我也賠償你 作為我對你妨害名譽的這個賠償 所以我準備好了 我得看一看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我收攤了我給你道歉 結果你搞不好整笑欸 你拿了那個一頁一頁就是總統府記者會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我早就看過我們已經笑了三年了 你要把它拿出來 好張永慧竟然把這個東西拿來 判我們敗訴 你也太好笑了 所以我們就上訴到高等法院 那進了高等法院 已經分完案了 有了法官了 法官叫我們說 雙方兩兆 是不是要補成你們的辯論意志狀 或者是你們的一些理由補充狀 連元龍就來了 他呢 花了26頁27頁 在談各種各樣的證據 結果 題目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他的題目寫的是如何禁銷到 直接拿了就把它丟到垃圾桶 還污染了垃圾桶 他搞了一大堆 蔡大媽的裹腳步 又臭又長 結果沒有一樣跟這個論文不存在之數有關 全部跟論文無關 你有沒有一會兒這個知道教授寫信啊 一會兒這個教務長寫信啊 一會兒我的註冊單啊 一會兒我的證書有經過公證啊 請問你啊 這東西跟論文存不存在有什麼關係啊 連元龍你把幫幫忙 你不要這麼搞笑好不好 我們這個案子已經打了快三年多了官司啊 還有一些其他的案子你別搞笑了 真的 所以這二十幾頁直接丟到垃圾桶 不動一聲 那今天我會把剩下的十幾頁找出來 垃圾桶找出來看看 看你連元龍聯大律師 你好歹在律師界也職業二三十年了吧 台大法律系畢業 台大法律系覺得很蒙羞啊 我真的要去問一下 台大法律系那些我的同事們 你們在教出什麼樣的奇怪的學生 題目都看不懂 確認論文不存在之術 你給我拿這個有的幕後要想幹什麼 我根本不值一搏啊 我一句話就搏掉了 從第一個證據到第27個證據 完全離題 尋無可採 直接丟到垃圾桶 這就是我的答辯 那剩下的十一頁在幹嘛呢 我又把垃圾桶剪出來 好了 這有趣了 跟大家說 這十一頁林文龍講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 他先談程序部分 那昨天被我丟到垃圾桶的呢 他叫做實體部分 程序部分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訴訟的程序 那麼實體部分就是說 我訴訟提到論文不存在 所以我們就來談談到底存不存在 可是題目明明就是論文存不存在 他給我答辯了二十幾頁 談的是什麼這個存在那個存在 但是論文就是不知道 所以直接丟垃圾桶嘛對不對 那前面十一頁在談什麼 在談程序 前面林林總總的十一頁半在談程序 那我們就來看看程序在講什麼呢 第一個 他說 上訴人就是我 我們主張原判決呢 沒有一併審理追加之訴的程序 是違法的 意思是什麼啦 意思就是說 我們回頭告了張永慧 結果張永慧呢 竟然不迴避 所以又在那當法官 這件事情是違法的 那如果審理的法官 在程序上就是違法的 甚至他本人就是違法的 那這判決就沒有意義 結果林元龍是怎麼怎麼博的呢 他講了一大堆 看了其實沒什麼意思 那簡單的講啊 各位找一個小學的學生在路上問一下 就是說 今天如果呢 王曉明 跟李大華 兩個人 因為 坐的位置中間隔的那條線 起了一些爭執 所以兩個人就退來退去 那後來呢 這個老師呢 就過來評評理 這老師評評理之後呢 就做了一個判斷 可是這個判斷非常不公平 所以王曉明呢 就跑到校長那邊去 告了這個老師說 這個老師明顯偏袒李大華 那 校長說 喔這樣子 那我們重新來 我們重新來啊 這個不算 重新再來一遍 結果那個校長就說 那我們再來進行 比較公平的一個 一個判斷 結果 王曉明抬頭一看 怎麼又是同一個老師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王曉明不服氣 就去校長那邊又告了一次這個老師說他不公平 結果 這個校長又派了同一個老師來 你覺得你這是不是在耍王曉明 這對王曉明公平嗎 就這麼簡單嗎 所以 連元龍你講了半天 你隨便去用個歐巴桑歐一上 像這種案子 張勇會處在那邊 更一審還是他 怎麼樣要他回避 他都不肯回避 告他 讓他變成了跟我之間的一個 對抗關係 這個對抗關係已經顯然無法使他的裁判行為公平 這樣講還不清楚 李政華昨天跟我聊天了 他說我們寫了五份狀子給他 找他一間給他下 讓張勇會呢 我們找了五個理由寫了五份狀子 讓張勇會可以自己轉身優雅的 把這個案子丟出來給別人做 他說他偏偏不做 非常的奇怪 你知道我們在論文門裡面碰到好幾個法官 當那個法官有的是啊 那個準備程序我不認罪 他就可以把這個案子呢 轉交給下一個法官 我看他當我說我不認罪 他說他開心的不行 臉上都笑出來了 為什麼 這個案子終於不用他管了 他專於可以移轉這個 這個裁判 就是他這個案子 就他就丟掉了 他身上他臉上那個開心啊 你真是可以想見了 為什麼 辦論文門的法官 真的很難啊 要判蔡英文輸 他要承受多大壓力 要判我輸 他要昧著良心到什麼程度 他真的困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每一個法官分到這種情況到現在為止 要不然就是一直開準備程序庭 你沒辦法結啊 這怎麼結啊 這怎麼寫嘛 這判決書要怎麼寫嘛 就拖嘛 另外一種就是怎麼樣都不開庭 一個字拖自決 拖到什麼情況呢 拖到他自己被調走 真的 我跟你講有種法官就在算 我的兩年準備輪掉了 對不對 這案子我拖 我拖到兩年之後呢 我調走了 下面一個倒霉鬼接我的案子 這案子沒有辦完就請你繼續接 我看有些法官就在拖 他真的不想躺這渾水 可是真的就找不到像張詠惠這樣的 一開始給我亂判 被我們告 我們給他找了五個 出了五份狀子 找了五個理由要他回避 他死都不肯回避 所以李正華就跟我說 他說這樣的情況就你不用講了 就是他身上一定有些把柄 有嚴重的把柄 在台北地方法院的正風手上 對不對 那你說一個女法官會有什麼把柄 很多啊當然很多啊 你去看看那個全國最貪的貪檢 那是我高中就認識的朋友 不是說他在這個新北跟這個電玩業者所會嗎 被冠上全北新北最全台灣最貪的女檢 人家也是女生啊 不要以為女生就不會貪污啊 對不對那還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那不然的話如果不是把柄 他幹嘛要自己去背著這一身的這個十字架 然後枉法裁判 冒著被告被寫進惡觀 流民侵蝕 他都要懷插你不著 你本來可以輕輕鬆鬆把這個案子趕快丟掉 因為你看報告長官我已經被告了 我就可以打個報告說 那我顯然已經無法在這個當事人身上 維持法官的獨立公正性 既然當事人懷疑我的公正 所以我在此呢就打了一個報告 說這個案子呢我就不能審判 你說如果你打這樣的報告 你的法官會逼你的長官會逼你去審判嗎 不會嘛 因為這是一個主觀的認定 我認為我對這件事情已經沒有辦法公平了 那你的長官會說不行不行你一定公平 我保證你我跟你這個背書你好公平 張詠慧你很棒棒你趕快審 所以這件事情是張詠慧他自己執意要審 當然後面的這個黃國中是配合的 所以可見這個張詠慧一定有難言之隱 這肯定有難言之隱 你想都不用想 正常人絕對不會這樣幹 好 那這個案子呢 就我們就講了嘛 所以 張詠慧呢我們追加他的這個告訴之後 他顯然不該裁判嘛 那連元榮講了一大堆廢話 我根本不想看他講的理由 你就用最基本的判斷 最基本的判斷 就好啦就張金律師講的 這個史上只有一個叫言回的不二過嗎 還有誰呢 張詠慧 第二個理由啊 他說 講的是類似的東西 他說上訴人在原審延遲辯論後 使劇狀追瞎 就是說我們 延遲辯論之後我們去告 張詠慧 他說與法不合 要進此駁回 那這個東西 這個反正 你不會沒有關係啊 你去告 你說我們告張詠慧 不合法 或者是這類的東西 我也無所謂 他認為我們在研製訴訟 論文不存在之術啊 誰在研製訴訟啊 你拿出來就沒事了 你給我在這耍東耍西 論文不存在之術 你拿出來這個案子就結束了 誰在研製訴訟啊 你也幫幫忙 我們多想要找到這本論文 跟死海骨卷一樣 所羅門王的寶藏 多想要一虧究竟 是你不願意拿出來 是你在研製訴訟啊 連元龍 我在吃八太贏喔 我在那付律師費耶 我吃飽撐著 再來 他提到 第二項 這就是最好笑的事情 他又來了 他說 上訴人請求確認單純事實 不是民事訴訟法247條所允許 本件確認訴訟顯無確認利益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講了兩三年了 就是說 張詠慧呢 第一次把我們判敗訴的時候就說 說 我們 去確認論文存不存在這件事情 他只是一個單純的事實的認定 跟我呢 沒有任何的利益瓜葛 所以呢 簡單來講就是四個字 叫做干你擦拭 所以法院呢 不想成立判你敗訴 這個 跟前幾天我們收到這個宣裕華法官的判決 也不是很像嗎 對不對 他就說 黃偉呢 他起訴你 這些中間的一些這個有的沒的 你是不能告的 你要告嗎 你也國家賠償 那在這個身份情況之下 你不得告 所以我禁字駁回 不用言辭辯論 來幾頭 好 待會呢 我要上一個法學序論的課 這一件事情 你隨便去問一個三歲小孩吧 他只要知道論文門他都知道 彭文正叔叔現在在幹嘛 現在在逃亡通緝中 那彭文正叔叔為什麼被逃亡通緝呢 因為他槓上了蔡英文阿嬤 那請問你蔡英文阿嬤是哪裡惹到 彭文正叔叔呢 他說哦 因為彭文正叔叔在追查蔡英文阿嬤的論文在哪裡 那蔡英文阿嬤不高興就告了彭文正叔叔 那不就結了嗎 那這個論文在不在 難道跟我沒關係嗎 跟我沒有法律關係嗎 難道這個論文存不存在干我擦拭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